第28集 班布尔善满腹狐疑 表面上却不露一点 连连夸道 好好 一个个都是少年英雄 正是厚望无穷啊 魏东廷呵呵地笑道 啊 大人太夸奖了 瞧他们这模样 乌眉造眼的 哪里像什么英雄少年哟 说必 二人唱怀而笑 隔日 班布尔善便去贺寿堂 寻敖拜 见敖拜正和厄碧龙 交代争良事业 便闪到一边 之后到厄碧龙辞去 方才进来 一坐定 班布尔善便问 中堂 魏东廷有那么一干人做什么 敖拜四笑不笑地答道 陪皇上练武玩的 班布尔善听敖拜 不音不扬的回话 不解其意 盲问 以中堂之间 这里可有什么名堂 敖拜抬头看了看门外 冷冷答道 不过是要你我的人头罢了 既之如此 班布尔善 咒眉问道 中堂为何不设法阻拦呢 他是皇上 敖拜半闭着眼睛 身子像椅背上一样 冷笑道 我要连这点小事都不匀 岂不太不给面子了吗 说完 他一正身子 咯咯地笑了两声 不过 他指望这几个毛猴子来指我 也太小趣人了 你瞧 说着 顺手抓起岸上一方铜镇纸 递给了班布尔善 班布尔善接过一瞧 不禁大吃一惊 铜镇纸上 也赫然印上了 五个深深的纸印 沉默良久 班布尔善将镇纸放回岸上 说道 虽然如此 凡事遇则利 不遇则废 中堂还是要多加留意才是啊 当然 敖拜点头道 你的话有道理 所以 我已叫穆里马 接管了龙宗门 那摩管着景运门 乾清宫也是咱们安插在大内的十几个高手 昌平 居庸关 门头沟 丰台 同舟 顺义的守备 千总 都已换了咱们自己的人 这是外头的安排 你看怎么样 只换守备 怕不行吧 眼下也只能如此了 敖拜道 搞得声势太大 惊动了兵部 就会满朝皆知 那就坏了 中堂 中堂 就见厄比龙 在前清门 向内张望 敖拜笑道 敖拜笑道 此老 心火必经未除啊 我们不去见他 班布尔善道 他还是放心不下老三呢 二人一人一边说 一边步上前清门 恰逢 阿斯哈当职 见他们进来 忙躬身迎接 忽然从岳华门 传来嘈杂声 敖拜 侧耳静听了半声 道向又嘶打 又说笑似的 不慎真切 便拉班布尔善道 走 到岳华门去 这里 郝老四和赵冯春 正打成一团 康熙在旁看得 乐不可知 赵冯春 原是郑白旗下的 一个石人掌 并没有经过 真正的战争 当了索图的哥什哈 闲着没事 才和门房兄弟们 练练拳脚 舒展一下筋骨 说到武功底子 确实很薄的 赵冯春 占了力大的便宜 郝老四 急着要在康熙面前露脸 几次用关外大力 擒拿法 向他攻击 都没有奏效 郝老四看准了 他下盘不稳 双手勾成鹰爪形 直扑下来 赵冯春将手一格 右肘 直撞郝老四胸前 不料 郝老四即便一招 赵冯春竟积了个空 被郝老四当胸一掌 一个屁股堆 跌坐在地上 康熙不禁地鼓掌大笑 郝老四得意地收拾 正欲退下 那赵冯春怒吓一声 不要走 一个鲤鱼打挺 一跃而起 扑了上来 郝老四毫无防备 躲闪不及 早被赵冯春给揪住了辫子 郝老四转身回脚一踢 踢中了赵冯春的下巴 赵冯春仰面朝天倒下 物质拉着辫子不松手 连郝老四也被拽了个四脚灯空 两个人坐起来 对看着发愣 郝老四道 你这叫什么拳 赵冯春也不饶让 道 打倒你 便是好拳 旁边坐着观战的康熙 哈哈大笑 魏东廷迅知道 起来 重新比过 打得没一点章法 活像两个街痞子 赵冯春和郝老四红着脸 善善地爬了起来 站在月华门外的敖拜和班布尔善 交换了一下眼色 敖拜轻蔑地笑笑 走 进去瞧瞧 说完 便一个跨步迈了进去 在康熙身后 笑道 皇上好兴致啊 康熙回头一看 见是敖拜和班布尔善 兴致勃勃地 对魏东廷几个道 来 高手来了 中堂 何妨下场 与这几个奴才 玩一玩 敖拜摘出了大帽子 也不脱外头衣裳 对郝老四等人一拱手 道 请各位 一起赐招吧 说吧 推一蹲 缓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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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了誓 魏东廷将手 向众人一把 说道 哪一位 去跟中堂讨笑 倔驴子 头一个冲了过来 憋着劲 发了一招 刨丁解牛 担长直起而进 双方手掌 刚一抵 倔驴子便掘一股 极大的推力 直贯掌心 亮枪 后退起步 才站稳 瞪眼 盯着 敖 魏东廷 动也不动地 挺立在 康熙 左手 冷冷地 看着 班布尔扇 按道 这小子 到底明白 只护着 老三不动 木子絮 郝老四 赵冯春 见倔驴子 吃了亏 相互看了一眼 打了个手势 便一起 逼了上来 脑败 事有如无 眯着眼 口中念念有词 声东 即兮不须针 上下相随 人难尽 任笔距离 来功无 千董四两 拨千金 引进落空 何即出 年连沾随 如首神 他一边念 一边挥动双手 竟是谁也靠近不了 倔驴子回过神 又扑了过来 刚好 敖拜转身 将一条二尺多长的辫子 甩得风响 倔驴子 顺手 抄在手中 猛地一拉说道 中堂朝天 一语未中 自己竟凭空 被摔出了七八尺远 幸而是尖头着地 未曾受伤 坐起来骂道 来那个凶的 怎么弄呢 也顾不得弄明白 是怎样摔的 红着眼 大吼一声 又扑了上来 敖拜进他屋里 将袍袖 向他迎面一扫 早又把他摔出了两丈开外 这一次跌得更重了 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郝老四赵冯春一争之下 也被敖拜袍袖扫到 都跌了个仰面朝天 穆子叙反应快 向后跳了一步 未被扫到 向敖拜一拱手道 领教了 敖拜不答 闭着眼念叨 太极无始 更无终 阴阳相继 总相同 走极瞻来 瞻极走 空是色来 色是空 任他强敌 躲极变 焉能逃无 此圈中 慢慢收了誓 对康熙笑道 不攻得很 康熙见他 并未用拳掌击刃 竟接连打倒了三个人 不禁 大为惊奇 问道 你打的什么拳 这等厉害 敖拜无言一笑 拱手道 奴才 还要去送厄比龙打人 不奉陪了 镜子带着班布尔善去了 康熙战红了脸 勉强笑道 啊 咱们还玩 这样的兴致 好得很呢 他虽不说 咱们也知道 魏东廷的 这叫 沾衣十八爹 挨着衣服 便要摔倒 这全凭内功 他只能伤人 却打不死人 要是真的被他拳掌击中 也不过如此 康熙见魏东廷 识得敖拜拳法套路 辽觉安慰 遂笑问道 原来你也精于这套拳掌法吗 魏东廷笑道 哪里说得上精 多少知道一点罢了 比起奥中堂自然不及 不过 他这掌法 也并非登峰造极 史隆彪曾说过 太医院有个胡宫山 对此极为精通 只要内功比他强 借力打力 他用沾衣十八爹 返回吃大亏 当下 众人又练了一会儿 终究 难再挑起兴头来 康熙便命散了 魏东廷一干人 闷声不响地回到住处 今日出事锋芒 慕子絮好老四兄弟 大触眉头 心里很不痛快 只有借驴子不甘不敬地骂 骂了八子 什么玩意儿 横得太没边了 慕子絮谈道 老小子武功势不弱呀 眼下咱们弟兄 远不是他的对手 借驴子撇嘴道 我不信什么战衣十八爹 他那是妖法 下回弄一桶屎来 给他连连 正烦恼间 史隆彪一条帘子走了进来 他是长辈 众人见了都立起身来 魏东廷笑道 金根儿没得踩头 愧对江东父老啊 史隆彪细问了 鄙视时的情况 陈吟道 若认占一十八爹 这种武功 并不是杀人功夫 只是内功如此之强 倒也不可掉以轻心 明珠道 魏大哥 不是说太医院的信胡的精通 咱们何不请他来交一交 学会了 还怕他个什么 魏东廷瞟了一眼明珠 道 容易 那得多少年功夫 几个人正说个不了 老门子慌慌张张地进来 道 张公武来了 魏东廷笑道 这也值得慌成这样 快请进来 老门子道 他捧着圣旨呢 一句话说得魏东廷也慌了 忙吩咐 开中门 快准备相安 便匆匆出去迎接 张万强直入中庭南面而立 斩指便读 朕 偶冒风寒 卓 魏东廷 来指赵太医院胡某 入宫市集 魏东廷跪着不吭声 好半天 好半天才勉强答道 尘 灵指 公事办完 分宾主坐地 张万强才问 走下街指 迟疑不定 是怎么了 魏东廷笑道 皇上召见太医 乃是尝识 如有我去 岂不令人生疑 张万强笑道 族下也是过滤 皇上因没记轻 胡某姓名 若认错了人 便要闹笑话了 自然是我与族下同去的了 魏东廷刚叫人看查 张万强早起身说道 不用了 怕上头等急了 咱们去吧 说完便各自乘马而去 魏东廷接指时 屋里几位隔着封门 听得明白 慕子絮疑惑道 皇上方才还好好的 一刻功夫不到 真的就冒了风寒 郝老四回笑道 人有旦夕祸福吗 明珠响了一会儿 忽然笑道 这要怪你们几个 引出个詹衣十八跌 大约是跌出来的病 一句话 正说到众人的心病上 都觉得没味儿 使龙标见大家尴尬便说 虎宫山这人能行 早年在丰台 我们印证过武功 虎臣还是从我这儿知道的呢 明珠没有武功 心眼子 却比众人都多 他莫作片刻诱导 列位 今日不吃败账 就不会有这事了 不然为什么魏大哥 答应得那么不爽快呢 这话几个人听了都不受用 郝老四便有心撩拨 笑问 这话我便不明白了 方才魏大哥 不是对那个没胡子的家伙 说过了吗 在座的除了明珠 都留有胡子 明珠 见他装哈 骂自己 只是摇头 哎 那只是说得出的东西 只怕还有难说的东西 在内里呢 你们不知 我的这位表台呀 要论心思 细密着 咱们谁也没法比 郝老四笑道 以你这二诸葛看 是个什么意思呢 明珠对他的揶揄 死不在意 摇着扇子 夺了几步 真的摆出先锋盗鼓的架势 倔驴子听他寒沉自己弟兄 本就窝火 又见这样子 哎 越发的腻味 忍着气 听明珠继续说道 皇上的意思 挑明了 未必有好处 不过 据我看 养咱们几个 是要干大事的 现在眼看不成 能不着急吗 你说我们窝囊 倔驴子到底忍不住了 你有多少能耐 我看 也只是咬尾巴的本事 反正我一眉脸朝天 二眉嘴肯定 明珠仍旧细皮笑脸 比起你老兄 要算体面了 你 配合我比 你来 你来 这驴子 气得嘴唇无清 一路袖子要动手 却被木子续一把拉住 物资骂道 朴婊子上嘉兴楼 你本事的 君子动口不动手 明珠 面不改色 指着史龙彪笑道 你们要是能比下了十老波 我明珠 便服你们是真名士 不是我浪言 魏大哥不在你们几个一起上 未必 能捞一招办事便宜 这么厉害 要是我们赢了呢 明珠 该认你说的摇尾不惑 若是败了呢 我们败他为师 不讙 不计 不计 不用 不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